也流傳著許多不實的一個謠言 那作為一個財政局長 當然就有義務 也有這個責任 要把這樣子一個事情 跟外界來說清楚 我們是怎麼辦到的 到底還債財源是從哪裡來的 我想很多媒體都非常關心 也很多市民都很在意 我們的錢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在這個沒有講清楚以前 當然我們網路就有很多不實的謠言 有人就去傳 這樣還債是不是延續以前的一個原定計劃 也就是說之前好市長 他有編了所謂的66億的一個債務還本 那是不是延續原定的一個計劃 去做一個執行而已呢 甚至是有收割前任的一個政績 在好市長有一些地上權的開發案 那我們有收割他的所謂的一個權利金嗎 第三個是更誇張的一個說法 我們去挖北傑的一個救命錢 然後來做一個還債 我想針對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我們都應該要一一把它給戳破 包括我們到底有沒有挪用土地增值稅 我們去挪用富邦鼓勵 我們去挪用的移政稅 甚至挪用的北傑的一個固定資產重置基金 還有沒有收割好市長的一個債務還本的款項 甚至是權利金的一個款項 我想我應該要有這樣一個責任 來跟大家一樣一樣把它說清楚 好到底柯市長有沒有收割好市長原定還債 世貿二館 260多億的一個權利金 我想真相只有一個 南山人壽廣場就是所謂的世貿二館 它的權利金總共有268.88億 它是在101年簽約的 整個權利金它分三期來收 101年的10月收了第一期134億 102年的10月收了第二期53億 103年的10月收了第三期80億 但柯市長是在103年12月25號才上任 也就是說在103年10月之前 已經把三期的權利金268.88億 全部都收完了 柯市長在103年12月上任 怎麼可能去收到什麼權利金 這是第一個 當然也有某某辦公室 他稍早也發出一個聲明來抨擊 說柯市長在104年的還債金額 是103年好市長任內編列的 請我們不要去互論大家這樣子 那還有講 市長上任的第一年就是104年 他所還款的66億 是好市長最後任期所編列的預留 柯市長只是一個執行者 好那我們來說明整個真相 這則是計算方法 真相當然有一個 也就是說我們到底有沒有收割好前市長 他在編列104年的還債款項66億元 我們如果真的要按照這樣子的邏輯 將對好市長到底是加分還是減分 一個任期大家都很清楚 一個市長的任期就是4年 兩個任期就是8年 就是用這樣子的原則來計算 因此無論你要從柯市長的任期 從104年到107年 如果要算編列的就從105年到108年 怎麼算市長的他的減債成績 都是520億元 但是 但是我要講的 如果要把編列104年的債務還本 66億 那為好市長的一個減債成績 那馬市長編列96年的債務還本 137.5億元 他該不該被扣除 剛剛講的 兩任的市長就是8年 一任的市長就是4年 那這樣子會讓好市長的減債成績 只有158.5億元 雖然我認為好市長還是應該230億元 但是這樣子一個邏輯的計算方式的話 會讓好市長變成減分 好我們來看這張表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這是原來財政局計算的邏輯 在好市長任內的8年 從96年到103年 他的整個減債成績 從1698.7億到1468.7億 整個減債成績就是230億元 而柯市長呢 他的減債成績呢 從104年到107年 他的減債成績是520億元 這是我們財政局原來設算的一個方式 當然網路就會想說 提到了這個66億呢 104年有66億呢 是好市長編列的 所以不能算柯市長的成績 如果這樣的邏輯的話 我也可以接受 那108年柯市長也編了66億 同樣我們算4年 從105年算到108年 柯市長還是521的成績 好當然這樣的邏輯 這樣的標準就要適用到上一任去 96年的137.51 那就變成是馬市長編列了 如果你要這樣子邏輯算 好市長當然也是算8年 從97年的66億開始算到104年的66億 加上他的一些債務還本 加上他的加碼還本 那好市長減的成績就變成只有158.5億元 就變成這樣子一個算法啦 所以說這個邏輯如果要成立的話 好這對好市長來講就變成是一個減分的邏輯了 好那台北市政府呢 我們到底有沒有去挪用北捷318億的固定資產重支基金 我這邊還是要講真相只有一個 大家都要很清楚的知道 對公共債務法如果了解的話 我們都了解 還債的債源只會有三種 還債的債源只會有三種 第一種就是你去編列年度的還本預算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每年編列66年的債務還本預算 那甚至我們在第三年編列到86億 第四年編列到100億 我們把債務還本預算再把它提高 因為我們有足夠的資金來讓它提高 第二個部分呢 它的來源就是稅入的超預算 也就是我今年稅收 如果我有多出來 那我們願意把這樣子多出來的稅收 提拨一部分的比例 拿去做加碼的還債 而不是把它用最佳預算把它給劃掉 第三個是債務基金的一個剩餘 就是說我們債務基金 它要錯過一個財務的操作 它可能會節省出一些利息出來 那這樣子節省的利息 它就變成累積成債務基金的剩餘 它也可以拿去做還債 所以絕對不可能拿特種基金的錢去還債 我再強調一次 特種基金的錢不可能拿去還債 無論是好市長 他在103年向特種基金調借了453億元 或是柯市長在107年 向基金調借了291億元 大家的目的都是相同的 就是去電環市政建設借款 來減輕它的債起 在兩位市長的任內 都從來沒有人拿基金的錢去做還債 什麼叫做電環 各位一定很好奇 為什麼會有跑出這樣子一個名詞出來 這是依據事故自治條例 第七條裡面就有這樣的文字了 調借的目的就是為了電環貸款 我們跟基金調借的非自償性經費 它仍然是債務的一部分 不是跟基金調借的錢就不算債務 它還是債務的一部分 簡單來說 我們本來應該是跟利率比較高的 市庫代理銀行去做借款 但是我改成向利率比較低的基金去做借款 也就是說我借低利率的錢 去電環高利率的錢 這個債務從高利率的銀行 移轉到低利率的基金 所以這個低利的借款 當然是債務的一部分 現在各位可能就是說外面很多 把它搞混掉了 520億跟我現在的債務未場餘有948 把它搞混在一起 這個基金借的錢 它還是債務的一部分 它累積在948億裡面 它跟520億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我在後面還是會把520億的來源 跟大家說清楚 好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操作方式 我這邊就做一個圖說 我把債務由高利率的A 也就是說這邊是富邦銀行 我把它移轉到低利率的B 也就是捷運的重置基金 債務不會因為你這樣子做移轉之後 它就消失了 它依舊存在 簡單來講 假設我跟富邦銀行貸款200萬好了 借了200萬的一個市政專案借設借款 富邦要跟我收1.5%的利息 但是我們有捷運局 捷運局我跟捷運局說 你借200萬給我 但是我只付給你0.5%的利息 而我把這200萬再電還給富邦銀行 因為我電還給富邦銀行 從此我就對富邦銀行就不用再寄利息 不用再寄利息 就是說我不需要再給付利息給富邦銀行 但是為什麼要用電還的方式呢 有一天捷運局跟我講說 200萬你要趕快還我100萬 因為我有資金的需求 這時候我就從富邦再把之前電給他的人100萬 再抽100萬回來 那我把100萬再轉給捷運局 那這時候100萬我就要寄給富邦100萬的利息 就開始計算用1.5%來計算100萬的利息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一個財務操作的一個概念 我想民間業者都是這樣子來做 好我們到底有沒有挪用土地增值稅的超增 有沒有挪用富邦的鼓勵 有沒有挪用移政稅的超收 我想真相還是只有一個 市府的收入除了基金 所有的科目都是以統收統治的方式進入市庫 包括土地增值稅 包括富邦鼓勵 包括移政稅 都會進到市庫的大水庫 從來沒有所謂個別挪用的問題 市長上院三年他的決算 稅入稅出的結余是674億元 是674億元 其中我們稅入的超預算就有438億元 所以市長依照公共債務法第12條 把這438億去增加債務還本 將近200億元 也就是說我們提拨了45%去做加碼的還債 剩下的55%240億元 我們讓他留在稅計剩餘 留工後續編列年度預算來使用 另外我剛剛提到的第三種還款來源 債務基金的剩餘 我們也提拨4億元去做加碼的一個還債 所以沒有所謂的一個挪用的一個問題 我就有一個公務人員的薪水來看待好了 一個公務人員的薪水可能會有三筆 一筆叫做本縫 一筆叫做專業家計 一筆叫做主管家計 假設你有這樣三筆的薪水 我們會不會說我本縫只能用來付貸款 我的專業家計只能用來吃飯 我的主管家計只能用來搭車 一樣他會進到你的小水庫去 然後你就去做統收統支 你的薪水不可能把你的三筆錢 然後就用的三筆用途 我想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邏輯 好我們來看我們這三年來的一個收支結餘 在104年我們的收支結餘有301億 就是紅色圈圈這一塊 105年的收支結餘有241億 106年的收支結餘有132億 三年收支結餘有674億元 綠色圈圈的話 104年的超收有208 105年有超收164 106年的超收有66 所以這超收的部分我拿去多還債 我們拿去多還債 而不是把它同時去編追加預算把它給花掉 所以很簡單的來看 債務還本的部分 104年的66 105年的66到106年 86 107年的100 無論你要從104年計到107年 或是105年計到108年 反正一個任期四年 我的債務還本預算就是編了318億元 但是我們用稅錄的超預算有438 我們提拨了45% 將近200億元去做預算外的增加還本 這個318加我們增加的將近202億元 就是加起來就是520億元 所有的錢就是這樣編的 要嘛就是從預算去編 要嘛就是從加碼去編 要嘛就是從加碼去編 好 那我們來看我們這4年來 把這20年的一個整個收入 我這邊我們做了一個總整理 其實從這張表來 你就可以看到每任市長 他對下一代他的責任到底在哪裡 就是說我們願意把我們的總收入 我們願意拿多少出來去做一個還債 幫下一代減輕他的負擔 在阿典市長4年的任內 他的總收入將近有6000億元 但是他也進了還債的38億元 整個債務的提拨率呢 有0.6% 那馬英九執政8年的話 總收入有1.22兆 但是他不僅沒有還還債 他是負的599億元 整個提拨率是負的4.88 那郝市長呢 也有8年 他的總收入的話 有1.3兆 但是他也拿出了230億元 去做一個淨還債 也就是他提拨率呢 是1.76 而柯市長現在目前只有4年 他4年的總收入呢 將近有7000億 這7000億呢 他願意拿520億出來 也就是說他提拨率呢 是7.38 我們願意拿更多錢的出來 是希望讓下一代的負擔 能夠讓他輕一點 另一方面呢 也讓整個債息的支出呢 也能夠少一點 我想這是整個一個 柯市長對整個財務的 一個堅持的一個紀律 好 當然就另外還有人講說 前任好市長 是不是有留下231億的稅計剩餘 這所謂的稅計剩餘呢 就是市府他歷年 預算執行後所累積的積蓄 這都是為了供給未來的年度支出 或是債務還本的資金調度 那到底有沒有被柯市府用到所剩無幾呢 是不是這樣還債真相呢 不過就是透運用前任留下來的還本 所製造出來的假象 甚至有某某人說他看破手腳了 也批柯市府的公共建設什麼都沒做 只是拿前任幾任市長留下老本製造還債的假象 我想我們到底有沒有拿前任市長留下來老本製造還債的假象呢 真相還是只有一個 103年好市長留下的稅計剩餘期末金額是231億 這樣子的數據是沒錯的 106年底柯市長已經把稅計剩餘的期末金額累積到422億元 我們增加了191億元 我們不僅沒有動老本 我們還把老本增加了191億元 所以我待會兒要先出一個數據 讓大家看看到底是誰在吃老本 好我們就把這20年來的一個數據又把它統計出來了 87年阿扁市長卸任的時候 他留下的稅計剩餘期末金額有354億元 馬市長執政8年95年卸任的時候 我們的老本剩下293億元 這代表了馬市長他吃掉阿扁市長的60億元的老本 好到好市長他96年上任的108年卸任的時候 他也只剩下231億元 這代表了好市長他的任期也吃掉馬市長 留給他的293 他也把他吃掉了62.32億元 所以確實沒有錯好市長是留給了231億元給柯市長 但是市長經過三年的努力 我們把老本累積到422億元 也就是說我們不僅沒有吃老本 我們還讓老本增加到422億元 增加191億元 好那我們到底還了哪些錢 這是大家都非常在意的 我們用台北市的一個債務結構跟大家來講 整個市府的一個未償債務業 他的債務結構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的話叫公債 就是早期市府有去發行公債 但是現在我們大家都要陸陸續續開始 因為已經到期了我們必須要還 第二個的話是銀行借款 第三個呢是市政建設借款 就非自償的部分 我剛剛講過市政建設借款 目前我們把它用基金的錢去做電還 所以市政建設借款基本上是零 但是我們還是一樣欠所謂的基金的錢 就是非自償的一個部分 仍得列為債務 在好市長留下的未償余有1468億元 包括公債390億 銀行借款800億 還有非自償經費278億 市長三年任內呢 公債我們還了290億 剩下目前100億 銀行借款我們還了110億 從800億減為690億 在非自償的部分呢 就是說基金借的錢的部分 從278億到158億 我們還了120億 整個債務結構呢 就是說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加公債的290億 銀行借款的110億 加非自償的120億 所以我們還了520億 當然他也有人提到 好市長任內的 因為要還勞健保的一個正義款 這是事實 我們這一點不否認 好市長任內呢 還款金額有749.31億元 但是我還是要把它講清楚 勞健保的正義款呢 不是只有全部都是市府去自償的 它有中央的專案補助款 這中央的專案補助款 一旦我們勞健保正義款結束之後 就再不會有這一筆錢了 就再不會有這一筆錢了 也就是說市府自償的部分 這750億裡面市府自償 有404億 將近405億 中央專案補助的有344 市府的努力是在這404 不是這750億 是這404 因為344億是來自中央專案補助款 當然柯市長也要用相同的標準去做檢視 所以我們不會講說我們勞健保 我們市府去給他還了226.85億元 我們沒有這樣子去說 本來新的還款計畫是從104年到108年 但市長他決定說4年把它還清 我們不需要還到108年 設法把它提前償還 所以我們在這4年期間呢 我們自償了158.3億元 中央也補助專案給我們68.55億元 為什麼他的比例會比較高 是因為還有包括利息 利息的部分中央是不給專案補助的 利息你得想辦法自己去自仇 所以我們才要要還到158.30億元 好我這邊很簡單做一個總結 快速還債的關鍵因子到底是什麼 其實就是兩個簡單的因子 一個叫做零局債 一個叫做加碼 在過去的話你可以從這張表看出來 我透過舉薪債去還舊債 雖然我每年都依法編了債務還本 但是因為我根本不夠錢去做所謂的債務還本 我只好去舉新的錢來做救債的一個債務還本 這樣還本的速度當然慢啊 我還給銀行1萬塊 但是我去跟人家借1萬2來還掉這1萬塊 你永遠債永遠都還不完 但是所以你看這次市長的這4年的一個差異 跟大家差異在哪裡 差異在第一個舉借數 市長4年的舉借數叫做零 他4年都不舉借 如果102年來看的話 我們借了55億去還掉66億 當然我淨還債了11億 但是這樣速度就變慢了 速度就不是用66億在借 那市長的話他的舉借數是零 然後他的債務還本依法還是去編 甚至在106年加碼到86 在107年加碼到100 他不是編66了 他甚至編的比66還多 那我們有稅收的超入 這是我們都承認有稅率超出 但是我們沒有編預算 我們沒有編追加預算把它給劃掉 而是把它拿去做加碼的還本 加碼的還本 所以在104年我們加了100億 在105年我們加了68億 在106年我們加了34億 所以因為第一個我的債務還本依法編列 第二個我又做加碼的還本 第三個我不需要扣除掉舉借數 所以我當然可以很快速的達成這520億 好我們就把這樣這個成績 這12年的成績其實可以做一個比較 我想這個數據都會說話 好市長8年任內減在231億 柯市長4年任內減敗了520億 好市長在勞健保的部分確實有功勞 他自酬的部分他幫忙 他在整個市庫裡面 自印了404億出來 去做勞健保的償還 而柯市長也從市庫裡面 去自印了158億出來的自酬款 他去做勞健保的償還 也就是說今年我們把勞健保的還 那個還款全部都結束了 全部都結束了 未來不會有中央專案補助了 那整個稅計剩餘的部分 好市長這邊的話 他花掉了62億的勞本 而柯市長3年呢 他還累積了191億的勞本 所以到底誰在持勞本 其實數據都會講話 我們這樣子費了很多時間 把這20年來 20餘年來的整個一個財務 事務的財務 我想就很簡單的 用這樣子幾個標格 跟大家來說清楚講明白 以上報告謝謝大家 那不曉得看各位記者 有沒有需要提問的一個地方 有不清楚的地方都可以來說明 請問各位記者 先生小姐 有沒有什麼要請教我們 目前後面的地方 可以直接問出來嗎 後面問一下 各位有提到 柯市長的稅計剩餘累積 可以增加到422億 是哪一部分 就是在好前市長的時候 是230億 為什麼市長可以增加到422億 剛好提到的部分 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有稅錄超收 從那個647億來 是第14頁投影片 第14頁投影片 你看我們的整個結餘 將近有674億 674億呢 這裡面我們還債的部分 我們一部分拿去做加碼的還債 一部分把它拿去做所謂的 稅計剩餘 所以稅計剩餘 這674億裡面 一部分將有240億 納到稅計剩餘裡面去了 部分還 還 一部分留起來 對 因為為了編列後面年度的預算 我們必須要留一些錢下來 我們就不會把全部的錢拿去還 那後面問一下 因為其實這個債務還債真的是滿厲害的 但是如果你要去反過來做比較的話 在好前市長 在馬前市長 那時候台北市花了非常多的錢在做監獄 那你剛才說還債不代表沒建設 那可不可以對比一下 你也拿建設去對比一下 柯市長跟好市長 甚至是馬市長他們做了有些事 我想建設的部分當然目前在稅初的話 我是沒有這邊沒有做任何的一個統計 我想這個後續的話 有機會我會再跟主機處那邊來做一個 就是有關支出的這樣一個統計 但講柯市長沒有建設這一點是 我是覺得有點不客觀 其實包括剛剛開始的整個北門 整個戰前的一個廣場 甚至你說整個一個萬華雙子新大樓 是好市長簽下來的約 但是後續是我們把它弄起來的 也就是說其實包括你要講到南山人壽廣場 好市長有幫忙的一部分 但是後面的包括從都省到環坪 甚至到所謂的門牌號碼 其實我們都介入了非常多的一個力氣去做一個幫忙 也就是說其實有時候你要看一個東西 有人把它生下來的 但是有人把它養起來了 那到底是生下來的功勞比較大 還是養起來的功勞比較大 這一點我們想我不做任何的一個評論 但是所有的市政都是延續的 好市長並沒有把所有的建設 就是說都給完工完 當然柯市長任內也不會把所有的建設都給完工完 我們現在做出來的一個完工 有些都是好市長任內他簽約簽下來的 但是我們必須把它給完成 我們必須把它給完成 不管是地上權不管是VOT都是如此 當然柯市長任內簽下來的地上權跟VOT 也可能到下一個市長他必須把它給做完 這整個市政就是這樣子延續下來的 那你剛剛講我們剛剛講到的市場的改建 其實也是市長沒有人敢動 甚至斯文裡三期也沒有人敢動 我們都動了 但是我們也知道不會在我們這個任期內把它做完 因為市政他必須延續性 必須後面有人要把它給做完 所以我們所有的建設他當然都要花錢 但是我是覺得最能夠還在這麼快的一個因素是 市長堅守一個原則 對追加預算這一件事情 他非常的有他的堅持在 所有局處的追加預算一定要進市場市報告三次 讓回去想一想 你是不是真的一定要追加預算 我們沒有講我們沒有追加預算 我們有 但是有些東西我們追加預算的比例變得非常的低 在過去的話追加預算的比例將近有百分之十六 到柯市長其實剩下百分之三不到 也就是說我如果今天有增加了這些稅率出來 看我這邊稅率增加了208增加了164增加了166 我其實可以在年底去編同步的追加預算 稅初把它給消耗掉 那這樣子你就不會有留下稅計剩餘出來 也就是說我用追加預算就可以把這些錢給消耗掉 但是我們追加預算在這邊管控的非常的嚴格 管控非常嚴格 所以這些錢才會被接餘下來 所以市長為什麼會講說 該做的做 不要做的就不要做 到年底你就會發現這些錢就留下來 但是有些東西如果不要做的你也把它拿去做 那這些錢當然就花掉了 就不會留下來 所以副比接下來其實柯市長如果可以有在下一任 就要花錢的一任 因為包括一代提的環南市場 還有包括公司的一堆對不對 所以其實說接下來下一任才有可能會 就市府在這個預算支出上會比較多 沒有辦法像第一任可以三年多花了這麼多 其實在整個市政的支出內 未來它還是有所謂的排序 它還是有優先性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說整個優先性 如果今天資金 我們還是會控出我們的一個稅出 我並不會因為這樣子說 我要做很多型的一個建設 我的稅出就突然讓它膨脹 它必須開始去做排擠 必須開始去做優先性的一個排列 我想這部分的話在財政局這一塊的稅出 我們還是會有一個財政紀律 不會說因為我要蓋了市場 因為我要蓋了其他什麼建設 我讓我的稅出規模把它膨脹到2000億 將整個下一代永遠也還不完 我們還是得控制 看看各位記者還有沒有不清楚的地方 就針對包括你們可能在網路上 都會有看到一些報導 那也許在我今天的簡報 並沒有全部講到 如果有漏掉的地方的話 也是歡迎各位來提問這樣子 那甚至都可以跟我們這邊來做一個討論 這邊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提到財政紀律 我就舉個例子來講 因為像好比說去年世大運很成功 那其實世大運猜這個小奧運 那就我參與的過程當中 其實幾個國家的團場都說你們有實力辦奧運 辦了這樣的一個規模 那奧運其實平均那個數字都有 它超預算是156% 也就是說預算變100億 可能花了256億 但是世大運的成果是171.7億 實際大概只有152億 所以這部分當然就是也結於下跌 所以就像我們市場臉書所講的 就是說每天認真工作 那做該做的 那不該做的就不要做這樣 那其實就我們財政局 因為我們也是 都是在強調財政有趣 那但我相信我們今天財政局 陳富密代表長辦這個記者會 不是說強調要跟誰去比 因為每一個市長 或者說每一個縣市都有做他的建設 都很認真在做事 我想這個大家都是無庸置疑 那現在其實是說 因為的確我們 還了521億是一個事實 那因為有這個事實 也造成了一些大家討論 那討論因為有一些誤會 所以才我們覺得說應該要把它講一講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當然 所謂的這個超收的概念 其實就是決算跟預算來比 那好比說 我本來晚上要去吃一個大餐 結果後來只吃滷肉飯 那錢就省下來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各縣市也都有 其實平行而論 像中央他也說他每一年 過去這幾年可能有多了600億 那他的GDP就是說他的債務餘額 當然我們公債法有一個40.6% 他大概比如說他有下降 那下降那當然因為前債的關係 可能會稍微多 從32%多到33%比如說 那但是就是說大家都有績效 但是其實我們這邊的績效 的確是比較顯著 那只是我們是把這樣的一個 今天陳複密的一個立場 就是說把這樣的一個事實 就是讓大家更清楚了解 我想最後我還是強調市長的一個施政價值 他的整個一個施政的一個理念 就是真的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你不該再留子孫 你還是要把他想清楚 我們建設要做 但是我們不能用建設要做這個理由 當作說我債就不要換 建設要做債也要換 因為這個都是下一個世代 他們要去承擔的 那以我從一個所謂的一個財政的觀點來看的話 現在人口少只化 那年輕人也低薪 就是說他的整個薪資成長也停滯了 其實如果我們把這樣的債務留到下一代的話 其實他們的痛苦只是會增加非常多 因為能夠來承擔這些債的人已經變少了 已經變少了 所以我想我們在這個世代的話 我們解決前世代他們所留下的東西 我們願意去承受 我們願意去承受這樣子一個債務出來 但是我們盡我們最大的努力 把這個債務把它降到最低 所以我說我這邊我很抱歉 我沒有辦法把1468億給還完 在我們這一任期的任內 我們只能做到減債521億 我們只能做到這樣子 那當然也希望後面的一個市長 無論是誰 他都得再接再厲 把這樣子的一個債務 把它想辦法讓它降低下來 我想這部分的話應該是市民的一個期待 因為我們看的是未來的20年 未來的20年 如果我們這個債務呢 永遠都背負在整個一個市政的一個建設上的話 事實上我們的市政很難展開 很難展開 所以我們先讓自己瘦身 慢慢的有多餘的一個資金出來的話 我們建設一樣還是要做 一樣還是要做 並不會說因為只是為了還債 而讓建設什麼都不做 我想慢慢的其實台北已經成為一個 所謂的一個成熟的一個城市了 它跟所謂的中南部市場是不太一樣 中南部需要很多大型的建設 但台北呢 以我個人觀點來看的話 它開始要做的叫減法 叫減法 它開始要從軟體管裡面去做 一個所謂的智慧城市這樣一個概念 而不是要大興土木去做什麼大工程 台北慢慢的開始要走向智慧城市 包括交通你要走向智慧的管理 包括整個一個綠能 電能的部分 你開始都要走向一個比較智慧化的一個做法 那包括我們的教育 包括我們的醫療 交通住宅等等的 這些還有包括我們的現金支付 我想這是整個一個台北市 要邁向下一個世代 應該要去做的一個基礎建設投資 是在這一塊 而不是說還要去大興土木 我要去蓋什麼的管 我要去開闢什麼樣的一個道路 這時代其實已經過了 已經過了 這部分的話可能中南部的話 他們因為也慢慢的要起來 要跟著一起起來 所以也許中南部的一個做法 還是停留在這一塊 但台北要走在台灣的一個前面 它開始要做的是一些軟性的東西 從醫療從教育 從所謂的住宅 從所謂的綠能 甚至到說我們的一個無現金支付 這樣子一個城市 這是我們開始要所思考的下一代 下一個世代 我們到底要把台北打造成什麼樣的一個城市 我想我們的重點應該是放在這裡了 而不是再去說 我要去做所謂大型的這樣一個建設 應該是從這部分來思考 而這樣子一個軟實力的強化 事實上是指入到每一個市民裡面的 他的一個未來的一個競爭力 應該是從這個角度來看 所以城市的競爭力的話 不是在看說要怎麼大建設 而是你整個軟實力 你能夠再幫整個台北提升了多少 好不好 怎麼樣 對 如果我想任何問題的話 大家都還有機會 我們也是一樣都在群組裡面 有問題的話都可以在群組 甚至找我們那個 我們秘書 陳秘書這邊的話 來做一個聯絡 好不好